敢不敢相信 通过Mate Journey生成的一张图片 我们就可以使用AI一键完成这样的视频效果 不需要你掌握复杂的3D软件 它非常的简单 图中是一个3D卡通小男孩走在魔法世界大道上的场景 制作它只需要一张图片 在这个视频里 静电就带着大家完成这样炫酷的效果制作 干货满满一定要看完 我们要使用的工具 包括Mate Journey 以及Renway Gen2的文本升视频功能 视频的最后还有一段使用Mate Journey和Renway Gen2 来去生成的MV的视频片段 非常的炫酷 大家一定要看完这个全部视频 首先我们打开Mate Journey 在Mate Journey中使用Imagine命令来去生成一次的图片 我们使用这么样的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首先是front view 它代表着前视图 然后A little boy is running from front in a fairy tale world 那指的是一个小男孩 可爱的小男孩在一个魔法世界的路上再去奔跑 后面来说呢 使用的是盲盒以及泡泡马特 以及迪士尼3D 以及皮克斯这样的一个风格 然后我们加入了相关的词呢 可以让它成为一个3D的卡通的一个形态 大家注意最后你要加上这个比例 在这我使用-AR16比9 刚好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比例 然后S呢我使用300 接下来我们回车来去生成相关的图片 好了图片呢我们已经生出来一组了 大家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呢 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呢再去revo几组 那最后呢我们生出来的图片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我最终生出来的图片效果 那我选择了这张 但是这张呢你去发现啊 它底部的这个角是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 要给它进行一个扩展啊 让它整个的这个身体出现在画面里边 所以呢我选择了这张之后 大家注意用UR然后来去放大这张图 那最终呢我们放大之后 出现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好这张图片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Mate Journey中的 Zoom功能来进行扩展 那我们来进行一个等比例的扩展啊 我们在这儿选择Custom Zoom 选择Custom Zoom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Zoom的数值呢 你把它变为1.3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好使用1.3之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终生出来的图片效果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你觉得最合适的一张图片啊 在这儿我使用了UR 所以得到了一个小男孩 在路上奔跑的一个场景 那这张图片呢 现在我们就拿到了 OK我们可以把它存下来啊 存到自己的电脑里边 在这儿保存图片 存到自己的电脑里边去 OK这部呢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Gen2来进行操作 好这是Runway Gen2的主界面 Runway Gen2呢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用来处理图像处理视频的一个AI工具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登录进去 首先呢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你可以去注册或者是登录一下啊 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呢 你要先去在这儿进行一个注册 SendUp注册一下 它是完全免费的啊 每天有这个一定的点数 我们可以用来生成大概10条到20条左右的视频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 那完全不用花钱 登录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里边我们要如何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功能呢 这个功能其实就在这个页面的中部啊 那它叫Text to Video 大家看一下它叫Text to Video 刚开始呢我也找不着啊 它不是图声视频 而是这个Text 也就是文本声视频 它里面附带了图像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 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界面啊 这个界面里边你可以写一些关键词 就像Mate Journey一样 你去让它自己来去生成图片 但是Gen2生成的图片呢 它并不好看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它这样的一个功能了 那我们就使用图片的功能就好了 刚才呢我们不是拿到了一张自己做好的这个图片吗 就是这样的一张图片 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张图片呢进行一个上传 好在这儿呢我们点击上传 点击上传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张图呢拖过来 好然后等它上传完毕 需要一点的过程啊 OK现在呢已经上传完了 上传完之后呢 这里呢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直接在这个里边呢保持文本的部分留白 你不要写任何的文本啊 然后我们点击这样的一个generate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它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去生成视频的文件 所以我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好了进度条呢已经走完了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 那么它生成的大概是四秒左右的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这张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 你可以给它点一个赞啊 点个五星 然后呢这张这个视频你可以直接保存下来 直接在这个视频上点击右键选择视频存储为啊 点击这个视频存储为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保存到自己的电脑上去了 那我在这呢已经保存了之前生成好的这个图片啊 那这个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但我觉得这张呢效果是更好一点的 这个呢我也去保存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起个名字 好了 那这个new01呢已经保存到我的这个电脑上了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 四秒钟左右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情况下 你在这还可以去re-roll啊 那re-roll之后你就直接点击generate 就可以去持续去生成了 每次生成呢要耗五个点数啊 也就是说这些点数你耗完之后 今天就不能生成了 所以一天大概是可以生成20组左右的这个视频 这个数量还是足够你去使用的啊 当然你如果你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在这upgrade来进行一个购买 大概呢也是 嗯八九每刀左右吧 那最基础的一个套餐 好了 那这个呢我们已经生成完了啊 生成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另外一个操作了 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视频呢 我们需要使用视频编辑软件呢 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在这呢我们使用剪映来进行编辑 我们现在呢已经打开了剪映 接下来呢把你刚才下载的视频 拖入到剪映里边去 我们首先生成第一组的这个视频 好第一组的这个小男孩在路上走的这个视频呢 现在已经得到了啊 但是呢它只有四秒钟啊 我们想要这个视频变得更长怎么办 真兔生成不了那么长的视频 所以在这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巧妙的点子啊 这个点子是在我的视频里边呢 独家去给大家分享出来的啊 大家要记住怎么做 OK那这个视频呢放到最后一帧 大家看现在这是最后一帧对吧 那最后一帧呢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截图 也就是这个做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最好的比例完全是16比9的一个截图 截图之后我们保存下来啊 生成一个图片的文件 最终呢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呢就生成了一个图片 这是最后一帧的截图 刚好是跟这个一样的啊 这是最后一帧 大家看到对吧 好最后一帧呢 那我们再返回到帧图里边去 大家打开你的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 我们到最底下 最底下再次的上传 我们刚才已经 已经拿好的这样的一帧 这是第一个视频的最后一帧 这是第一个视频的最后一帧啊 那我们要传的是这样的一个图 好那打开浏览器把这个图传上去 好我们直接把它拖到这儿来就可以了啊 就是这个图 好已经上传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Generate 让它再次的生成一组视频 我们需要稍等一会儿 这组视频呢已经生成完了 它用的是第一个视频的最后一帧 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生成的几个视频连贯起来啊 大家可以理一理这个思路 我们来去预览一下 看看如何 看起来还行 对吧 这个挺激烈的这个动作 OK 如果你觉得OK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这儿直接把它视频作为一个存储 存储之后呢 我们备用 好使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再把它拖到剪映里边去 这是我生成的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已经生成完了 生成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拖到剪映 拖到剪映之后 大家注意啊 最后一帧我们要让它对齐 你看啊 有时候生成的图片上下 它是有一个黑边的 那在此呢 我们要把这个黑边呢 去去掉 我们要进行一个缩放 在这儿我们把等笔缩放去掉 我们把高度稍微的改大一点啊 大概102103左右 你可以要上方稍微做一点点的重复啊 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好 你看 这是我拉的一个 拉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 大家看一下稍微的做一点的这个重复就好了 好 那我们回去来预览 现在呢 是不是 看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们已经拿到了啊 拿到之后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在这个视频里边呢 最后几针是有一点点变形的 因此呢 我选择说不截取最后一针 我在中间截取 好 我截取这针 我觉得这针是很不错的 因此呢 我把后面就删掉了啊 现在我拿到了 这样的一针 这样的一针拿到之后 我再次进行一个截图 截图之后 我得到了第三个图片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之前 这是我之前截的啊 那截好之后 我们再在这个图片里边呢 把它上传上去 OK 上传这样的一张图片 上传之后呢 再次的使用 Generate 由于时间限制呢 我们在这就不跟大家做演示了啊 我拿大家 我们生成好的 给大家去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第三次 来去生成的一个视频 整个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 好 我们回到视频编辑软件里边 把第三个视频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稍微的往上啊 往上把它去覆盖一点啊 然后这个视频看起来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 对吧 那所以呢 我在这儿呢缩放 我把这个等比例缩放去掉 缩放高度呢 稍微增加一点啊 增加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来预览一下 你看现在已经非常的平滑了 对不对 OK 那这个整个的视频效果呢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步呢 已经去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这个视频的这种连贯性呢 稍微的增加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复合片段 然后呢 我们变速让这个视频呢 变得稍微的快一点啊 这样的话 你会感觉它的流畅度是更高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这种特效 或者是贴纸 比如说我们加入一个录像 录像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标 我们加到这个边上来 你看 在这儿我们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标 好 这个怎么加呢 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发挥啊 那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意来去完成它 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导出来 导出来呢 在这里边我们选择导出 然后呢 取你想要的一个标题 选择视频导出 选择合适的格式 一般默认就可以了啊 在这儿经过一定的时间呢 就可以导出出来了 好 最终呢 我们的这个成品 最终就出现了啊 这是我要做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文件 大家看 还是不错的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些配音了 加一些字幕了 这个效果呢 就非常非常的完美了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 使用Majorna 以及Renway GP2 来去生成的一段MV的视频吧 这就是Majorna 和Renway GP2 带来的AI的神奇魔力 各位小伙伴 下去之后 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去试一试吧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干货素材 还有干货的内容包和教学包 大家呢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资讯栏位呢 联系我来去领取这个大力包吧 OK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金店 拜拜